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没位就是小基督 要佩戴基督 活出基督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 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 来仰望耶稣 福和生命的大人 来掌握我们 充满我们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39篇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诗篇139篇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一同来 耶和华 你已经检查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过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舍 我舍头上的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瑶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姿势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知告者 我不能 急的 我们提到 圣本读 他在修道院里面 对这些修道士的生命的操练 还记得 他最重视的 是操练他们的什么 还记得吗 顺服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在不合理的待遇当中 在怎么的委屈当中 只有一个反应 就是顺服 吴沃敦 讲的有理的 当然就自然顺服 对不对 不有理的 也能够服下来 才是真正的顺服 所以你发现 神如果操练亚伯拉罕 你发现用同样的方法 神要亚伯拉罕 把他独圣的儿子 以撒献上 你觉得 神这样的要求 合理不合理 按照亚伯拉罕来说 真的是想不通 想不透 一百个不合理 因为这个儿子 本来是什么 神应许给他的 不是他故意要 他想都不敢想了 其实已经过了 深入的岁数 怎么可能会有 想都不敢想 是神主动应许给他的 不但是神主动应许给他 神啊 假如你要这个孩子 你可以早点要嘛 为什么要等到 已经十五六岁 那么可爱一个年轻的少年人 那么懂事 那么的孝顺 他有什么罪 有什么错 你要他的命 所以从道理的角度 亚伯拉罕真的是觉得神无礼 真的想不通 但你发现 他没有跟神辩论 他就是顺服 信而顺服 合理的顺服 不合理的 不懂的 那还是顺服 结果到他献上的时候 神拯救了他的儿子 然后说 论服 我要把大服赐给你 因着他的信而顺服 成为信心之父 所以信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信心是在你的实际的行为里面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没有疑问 没有任何的苦毒 没有任何的难处 神安排了环境 我都接受 这叫顺服 神任何的一个清楚的带领 我就顺服 真的按人来说 很多时候你真的想不通的 我也想不通 我为什么 神啊我那么喜欢奠基 我读得那么快乐 怎么你毕业连我去亚拉伯 做工程师都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的老师 我是老师是台电的总工程师 要我去亚拉伯盖发电厂 我主修发电工程 读得那么有兴趣 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学以自用嘛 对不对 真的是不了解 神啊为什么让我 留在台湾读神学 不让我回香港 哇我留在台湾读神学 好痛苦啊 国语也讲不清楚 神是这样安排 神啊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来美国 怎么你让我来到美国读书 也没想过留在美国 怎么让我留在美国 很多事情真的不理解 神啊为什么让我的孩子生病 那么多年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我怎么挨过去 不知道 但是真的是 没有任何多怨言 真的看到主的恩典够用 在任何的环境 我们就是信而顺服 所以我很喜欢 我们一个校友 Amy Mouss 她常在 讲论当中 她常说 顺服就是蒙福 我们一同来说 顺服就是蒙福 哈利路亚 所以圣本读她真的看到 神如何操练亚伯拉罕 信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哦 我很有信心 信跟顺服不能分的 信而顺服 所以 在她的修道院里面 第一就是操练 一些修道士 一个完全顺服 无条件的顺服 绝对的顺服 但是 她一方面操练这个 obedience 顺服 同时她发现 这个顺服 跟谦卑 是不能分的 因为假如你没有个真实的谦卑 你的顺服是假的顺服 所以 她不但是重视这个顺服 take the order 但是 假如你没有真实的谦卑 你顺服呢 是很不甘愿的 很辛苦的 所以她非常重视 humility 名词 humility 谦卑 那你发现 墙的这个谦卑的道统 是从哪里来的 啊 奥古斯丁 不是这么多 奥古斯丁我们不是讲吗 有人去请问他 灵性第一最重要是什么 谦卑 第二重要呢 谦卑 第三还是谦卑 所以她就发展出了所谓的谦卑的天梯 你要走这条天路 你需要走谦卑的天梯 十二层 有十二种谦卑的超连 第一种谦卑的超连呢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 一百三十九篇 第一节到第六节 他从阶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需要超连 一种什么的谦卑 看到吗 一种什么的谦卑啊 你可以给他起名叫做敬畏神的谦卑 什么叫敬畏神 林院长 他给敬畏神一个很好的定义 他说敬神如神在 我不会忘记一个定义 非常好的定义 什么叫敬畏神 敬畏神就是 好像神与你同在 就在你身边 他在查看你 他在聆听你 他在注视你 就好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这里所描写的 也好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行路 我倘卧 你都细查 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所以圣本都说 我们要操练 谦卑的第一场 the first step 就是要看到 God is watching you all the time 24 7 我们的神 每个时刻 都在看着你 在检查你 甚至他能够看到 你里面的心思 你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的隐藏 所以 他 告诉 这些修道师 你要操练 你要操练 常 活在神的 这个 查看当中 You must always remember God is watchful on you 神是 一直查看说 我们没为了 所以当你有这种认识 你做 不敢乱来 不敢乱讲话 不敢骄傲 因为神 在看着你 甚至他描写说 神也拆拍天使 每时刻 在做记录 你没一句话 当然他那时候 不懂得有这个 录音机 也不懂得有这个 memory chip 真的 其实神把我们 所有的资料 都放在一个 天上的资料库 将来他要审判 世人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 看到他一生的事情 让你 无法去辩护 你怎么样去 贪心 你怎么样做坏事 你怎么去骗人 所有的事情 其实神都有record 所以 他就提醒说 我们的一言一行 每一步 都要活在神的 这个 见察当中 看到神在见察我们 那 当我们有这种的看见 这种敬畏神的看见 我们就可以进入 谦卑的第一步 就是敬畏神的谦卑 第二步 谦卑的第二步就是 虚己的谦卑 什么叫虚己 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见 你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意见 特别我们 哇 毕业的进到工厂里面 都想 哇 可以好好大展身手 我要找到天上的这个 这个 指示的央视 建造会幕 很多的蓝图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计划 我告诉你 假如你 进到一个教会里面 一开始就要大展身手的话 肯定 你一定 惨 很惨 一定会碰钉子 林院长特别鼓励我们 他说 你们再来毕业 进到教会里面 最好 前面三年 假如是一个大教会 你进去坐传道 三年里面 都不要有任何动静 就是祷告 就是配合主任牧师 先把整个教会的 原来的文化 情况 人事 各方面 都能够建立关系 建立了解了 才好好的对症下药 不要一下进去 就下猛药 可能你的药方是对的 但是很多同工 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改我们 原来的传统 我们这个做法 祖在圣殿中 一唱了三十年了 你一来就要改 祖在圣殿中 那等于革命 所以绝对产生很多困难 所以 已经受不了跑的 所以林警长太精彩了 他说吃的苦 挨的穷 受的气 受气的时候不能跑掉 要继续做工 你想想摩西 等了四十年 要带领他的百姓革命 他一开始 哇满上热血 要带他的同胞革命 你要跟我 结果没有人跟他 还打死了个埃及人 结果 在旷野 隐藏了四十年 他真的是 就像林光主说 可能没有热情 但是神的时候到了 哇他比谁都热 因为看到经济的热服了 哇整个眺望起来 所以 有人说 这个摩西的前面四十年 是我能 第二个四十年呢 我不能 神呼召他说 我不行啊 绝口笨蛇 不要找我 本来觉得很棒 神不顿能 你们要听我的 我现在要带你们去革命 推翻法老了 你们来跟我吧 觉得很棒 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 其实他很有口才 后四十年是什么 神能 他拿的是谁啊 神的将 不是在用他的力量 他举张祷告的时候 下面 于是要就打胜了 神能 所以 学习 不要太多的 这个第二步的谦卑 要放下你的一些想法 跟意见 常常做成教会的一些难处 或者分裂 就是 很多有不同的意见 觉得我是对的 他是对的 在那边辩论的草啊 到时候上了感情 所以 他说 需要学习第二步的谦卑 就是 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意见 意识 我们一同来翻到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 约翰福音 第五章 好 一同来 我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我怎样听见 就怎样审判 我的审判 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了 差我来的意思 不要求自己的意思 不要 常常就是 照着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看法 在那边发表 要懂得 虚极的谦卑 那你发现 人类的堕落 跟这个 有没有关系 你发现 蛇怎么引诱下我 就如神 能够 知道三恶 其实 这个知道 没有办法把希伯来文 原来的意思表达 其实这个知道 更是知道 定 照着自己的意思 来定三恶 我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个知道什么 就是神 今天很多人想做神 就是我要怎么样做 我天下是我的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个就是神 自定三恶 虚然你看 哇 好像 有总统 有主席 但其实每个人 在他的罪性里面 他的罪性的彰显 就是把自己当做小神 我自己喜欢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为什么要听你 丈夫想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妻子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结果就怎么 就吵起来了 所有的风筝 其实 所有的问题 就出在解决化 每个人都要做神 简单神的定义就是 我要什么 就做什么 我想什么 就做什么 那很多年前 我记得我在香港 看了一个广告 在美国是不会有这种广告 相应的广告 美国是不可以有相应广告 香港有相应的广告 他那个相应的广告是什么呢 一个人抽了一根烟 然后讲了一句话 我想 我想怎么抽烟就怎么抽烟 好像很有个性 很洒脱 很自由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后来很多人 就 就攻击这个广告 很多教育的人士说 不行啊 你给人的信息 不但是抽烟的信息 那个抽烟背后说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然后就完蛋了 这个世界绝对大乱了 本来人心就已经是这样的 你还在鼓励他们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其实这个的最性 这个问题 从创世纪第三章 就已经表达出来 要如神像神一样 自定三个 造成自己的想法 结果想要多了 我们受造之物 我们 是要照神所定规的来生活 神定规 这个上个果素 不能吃 就不能吃 是表达这个的顺服 但是每个人 不想照神的定规 不照神的旨意 不照神的诫命 所以你发现世界 所有的罪恶 所有的问题 每个人都要照 自己的轨道 来走 所以绝对撞车的嘛 对不对 只有一条轨道 神的轨道 所以 圣本都看到 谦卑的第二步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 这个想法 跟定规 叫虚极的谦卑 要第三 为了爱神的缘故 那么 具体的 实际的 顺服 在上 这个治理跟教导的 那么第三步 就是操练 这个顺服的 谦卑 第一 是敬畏的谦卑 第二 是虚极的谦卑 那第三 就是操练 顺服的谦卑 上面怎么安排 上面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 怨妇的意思是什么 就照着做 第二步是放下 第三步是 跟从 顺服 所以 你发现 主耶稣的 一个榜样 我们看 腓立比书 第二章第八节 我们 我们读 第七节一同来 反倒须己 取了 卢卜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 被为 纯心顺服 以至于 结实在 十架上 你发现 虚极 跟顺服 是不能分的 所以当你操练了 虚极的谦卑 你就开始 操练 顺服的谦卑 主耶稣的 顺服是什么 特别在节里 讲的顺服 纯心顺服 是指导顺服什么 顺服 附神的什么 什么旨意 十架的 这个安排 他原来在科西玛丽园 愿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 挣扎 一只祷告 两只祷告 三只祷告 如果是可以把这个杯撤去 但是不要遭到我的意思 遭到你的意思 所以节里所讲的顺服 是顺服天赋 这个十架的道路 真的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在走十架的道路 你的十架的道路 好不好走 不好走 对不对 来到美国真的是痛苦啊 在上海 王后说活得好好的 又可以传到 还有个诊所 可以去行医 医疗传道 多快乐 这个藏地冲 也是在上海 很好啊 可能比秀在台湾也不错的 为什么跑到美国那么苦 十架的道路 我们真的看到耶稣 传心顺服 被十架 甚至走上了格格塔 然后顺服钉死在十架上 彼此耶稣那个顺服的代价 我们真的不算了什么 我们说今天虚极 我们放下这些东西 比起耶稣那个虚极 根本不算了什么 耶稣放下什么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与神同等为强夺 紧抓不放 他没有紧抓不放 他那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那个神性 他把这些放在旁边 不用 从荣耀之高 一直降悲 一直放下 到马草 成为人的样子 他那个放下 是无限的 infinity 变成零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放下 是incomparable 没有办法跟耶稣的虚极来比 我们是什么东西 放下一点点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是放下我们的错误 没有什么好东西 耶稣是真的 真的是放下他的全知 全能 全荣 一切在永恒 在万有之上 那个神的荣耀 他放下 而且配上一个肉身 成为肉身 成为人 所以耶稣那个虚极 是真实的虚极 我们 真的是 对我们在走实际的道路 觉得苦 其实 真的是 当你想到耶稣基督 我们就发现 我们真的不需要 什么苦 所以 天梯 谦卑的天梯的第三步 就是要操练 这个顺服的谦卑 虽然走在这个实际的道路 很辛苦 继续走下去 顺服的走下去 所以约瑟是最可爱的 我一直逼他读希伯来文 他真是可爱 顺服 努力 现在读得很好 就是要继续的往前走 不用怕 一步一步往前走 好 第四步 我们一同翻到这个 彼得前书 第二章十八节 彼得前书 二章十八节 好 我们一同来 然后读到二十节 一同来 所以受责打 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 则在神 看是可喜爱的 所以 谦卑的第四步 叫做 忍耐的谦卑 对你能够受苦 你能够顺服 背十字架 很不错 但是 或是只背一天 或两天 或是背一年 两年 三年 甚至一辈子 你不要想说 哎呀 约卑受苦 可能也是短短的 一两年 他总是有翻案的机会 神加倍的祝福 他就领导他 但是万一 你没有约卑这个经历 你怎么办 你不要想 哦 默默的荣耀 一定大事先前 我就等着神 我就受苦 受苦 最后 有指望 神把加倍的祝福 给约卑 但是万一没有呢 你牧羊的小就会 第一年是两个人 第二年还是两个人 到了死了 还是两个人 就好像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一样 一圣传福音 只有两个人信耶稣 那你 你不是惨呢 你就 真的好像雅各 在七七惨惨的 去见耶稣 耶稣啊 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 充满了埋怨呢 苦毒呢 所以这个忍耐啊 是无条件的忍耐 不管 忍耐到最后 有没有成果 还是忍耐 这个是很难的 被使家 跟随主 你看到 特别在中国 过去 所受到许多的难处 有些老仆人 忍耐忍耐 结果 一个运动 来一个运动 三面红旗 文革 到最后 他被打死了 看不到教会 这全都在哪里 但他怎么知道 他在天上 过了五年 十年 哇 中国教会 家庭教会 大福星 在他有生的时候 看不见 但他还是忍耐的 为主寻道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神 整个永恒的大计划 马里逊怎么会想到 他没有什么 福音的果子 在他的事工 影响了传宗国 他翻了第一本中文圣经 新月的 然后把福音 带进中国 感动了 戴德森 哇 一批批的英国 参教师进来 美国的参教师进来 他就是像 英麦子 落在地里 死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论断 也不敢说将来 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是咬紧牙关 像很多中国人 哇 忍耐的 栽培他的孩子 怎么忙啊 说他学钢琴啊 学打球啊 学什么都学 想将来 他能够不是做医生 就是做律师 不是到哈佛 就是耶鲁 但是万一 将来你的孩子 什么都不是 你怎么办 你能活吗 我们的忍耐 不是单单说 一定要得到 那个的成果 我们才能忍耐 就是 神既然把这个环境 量给我 或者靠主 忍耐下去 不想忍到什么时候啊 很多的神的老婆 人一生看不到 教会的福星啊 真的 福星在哪里 看不见哦 但神有他的时候 所以 圣本读就特别 要我们走上 第四个step 第四几 第四个step 忍耐的谦卑 然后第五 我们翻到诗篇三十二篇 第五节 诗篇三十二篇 好 找到先帮我们读 我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恶 第五个谦卑的操练 就是认罪 的谦卑 但在他们 那个时候的一个操练 已经开始有这种 所谓的告诫 但这种告诫 不像 现在天主教的这种告诫 因为天主教 现在的这种告诫 还是保留说 你要去找神父 告诫认罪 然后神父 代表着耶稣基督 酸判 酸告 对你的赦免 那我们基督徒的认识呢 是我们可以直接 祷告 向神认罪 神 因着我们 在他面前的认罪 神就主动赦免我们 不需要中间 经过一个神父 来栓告 才能够得着罪的赦免 那在当时他们的操练 基本上 就是说 你不单单 要自己祷告 向神认罪 你更需要一个 赦免的借改 把你的软弱 把你的问题 把你的罪 告诉怨妇 他能够为你祷告 能够 知道怎么去指导你 克服这个软弱 与你一起来同行祷告 克服那个难处 所以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愿意敞开自己的 谦卑 不是只是我跟神敞开 我跟神认罪就好了 我不需要跟某一个人 或说你的牧师 你的长老来认罪 其实某种角度来说 其实不够谦卑 都不愿意 看着自己 那么糟糕 哎呀 牧师都知道我的问题了 很多人是保护着自己的 在牧师面前装得很熟灵 很追求 但是可能在神面前很多的罪 在那边面对 在那边挣扎 他说你要操练一种敞开 来告诫的谦卑 当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敞开 只是对你直接的 属灵的借盖 在当时就是对圣本独 对教父来敞开 承认我的软弱 哎呀 圣本独啊 你要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很气你 我好恨你 我真的想打你一脚 这种人追啊 只是要讲出来 把你里面的软弱 很直接的告诉怨父 他为你祷告 同时更奇妙的 当他真的愿意讲出来 他会体会到那个被接纳 原来我那么恨 那么弃圣本独 我告诉了他了 他居然没有骂我一顿 含抱着我一起祷告 所以其实是一个 一个成长的过程 但是今天一般的 我们就叫不这样做 不是因为那里 好不好啊 感谢主啊 很好啊 其实问题很多 我们基督都是装得好好的 都是在假冒为善 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 但是我们很少主动的 找牧师 找长老 真的是愿意承认我们的人 真正的带导 把我的问题 软弱讲出来 要牧师能够很真实的 为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基督教 缺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告诉你 这个才是整个牧养的中心啊 上本都就是要管这个事情 他外面的这些形状的事情 不是最重要 要把他的这些修道师啊 一个一个走上这个千倍的天梯 才是最重要 只是个生命的栽培才是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基督教 那么的软弱 我们都是在乎一些外面的东西 办好多的聚会 但是没有所谓这种生命的培训 所以圣明和灵良堂的教务主任 这个Joanne Wong 中文是黄慧英是不是 黄慧英 她是我们风策神学院 第一届1998年的学生 当时第一次我开灵修神学 她就跑来上 也是一上上了一年多 哇 她就发现 这个树林的道童 今天她在教会里面看不到的 她很渴望有个树林的mentor 来带她 所以后来她在这里读了一年多 她发现 她需要更多的 在灵修神学方面的追求 她就跑到洛杉矶 读另外一个神学院 就专攻灵修神学的博士班 然后她毕业之后呢 又跑到天主教里面 她现在还跟天主教学 这个树林的 叫Spiritual Mentorship 怎么做一个树林的导师 mentor 其实在天主教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道统来的 我叫做Spiritual Director 怎么样训练你成为一个树林的导师 或者树林的一个mentor 去 好像圣本部这样 去带这些弟兄们 在生命上 在灵性上 是温度温的 所以 Joanne是每个礼拜 都要到天主教里面 跟一个 一个 她的mentor 一起祷告 把她生命的一些问题 一些难处 一些需要 有一个mentor 带着她 天主教做得很好的这方面 但是我们就要失去的这个道统 我们就是 只是 一起来聚会 注重 所谓 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 没有个别的 一个一个 我们叫做 Customer Made 中文应该怎么翻 Customer Made 就是 量身定做 对了 用孔夫子的话 这因材施教 真正的 教教 信仰的栽培 应该是 牧师 牧者 他能够对每个羊群 都知道他们的 名字 情况 能够量身定造 一套 属灵的带领 来帮助他 能够 每个礼拜 最少可以跟他一起祷告 一起谈心 一起去钓鱼 成为他 很好的一个朋友 这样的一种 牧会方式 其实就是 耶稣带门徒的方式 耶稣不是带他们去钓鱼吗 抓鱼吗 带他们去 教外野餐吗 信仰生活 不是只有教堂里面 应该是 一个整体的 不是带着 弟兄姊妹去 打球 去钓鱼 去爬山 跟他们一起祷告 一起聊天 这个才是一个 真实牧雅的方式 那么圣本徒 就是用这种方式 二十四小时 跟些修道士 住在一起 为他们祷告 跟他们做朋友 带领着他们 整个生命的传承 所以为什么 天主教的修道院的 这个道统 到现在 寒宅 而且 非常好 吸引很多灵性人进去 你们要去看看 这里附近 一个很好的修道院 就在 就在里面的教堂 就在那个 Furio Boulevard 那个Saint Antonio Park 进去 那边 有个修道院 有一次我跟师母 就 就摸进去 就直接 那时候还没有拦住的 可以让你直接进去 到他们的Trouble 哇 里面 很宁静 坐在他们的那个教堂里面 在那边祷告 好舒服 也会看到一些修士走出来 神父走出来 但是后来 因为太多人 那个park越来越有名 他们就 做了很多gay 把它封住了 Saint Antonio Park 这个park 你问问一下 这个Maria 那个park很漂亮的 以前我住在Copertino 每个礼拜 我一定跟师母 在那个park走一圈 走到里面去 好舒服 对不对 很漂亮 那个park 是一个很原始的公园 非常漂亮 都是树 然后就走进去 因为外面 修道院是个park 不是 这个修道院 它都盖在这个park的里面 因为之前还没有park 这个修道院是比这个park 更早存在 所以里面很多地 原来都是天主教的 所以你现在进到里面 看到那些房子都是天主教卖给这个developer盖的 天主教都有眼光 去到一个地方 改修道院 买地 然后这些地涨下了 卖出去 所以教会很有钱 我们其实叫做没有这种眼光 这个 这个 Saint Antonio 纪念这个 Tone 有没有spell出 好像不是这样 Saint Antonio 你们去查一下 Saint Antonio Park Maria应该知道 下次我们带队 可以去那边 去走一两个小时 很舒服 Saint Antonio Park 有 有 但是他现在拦住 不给普通人进去 打咬他们的安静 以前他们是没有锁的 就直接就进去 可以啊 我们学封信 说我们是一群基督徒 想来visit你们 了解你们的修道院的生活 说不定他们会包括我们的 天主教现在 对基督教是很open的 因为我在香港读的中学 是天主教中学 我们open这个地步 是允许基督徒 借我们的地方 开基督徒的团契的 所以越来越open的 现在天主教跟基督教 对了 独圣的 所以 这个 你要做修女 做修道士 神父都是独圣的 所以他们受到这个 之前像奥古斯丁啊 像野友米啊 他们这些的教导的影响 觉得独圣是最好的 的确保罗在 圣经也是教导 独圣真的是个更大的恩赐 就专心的能够 侍奉神 这个就是他讲到 你真实的谦卑呢 你不但是在神面前 愿意敞开 你愿意在 你熟灵的老师面前呢 最少在人的面前呢 你愿意 承认你的软弱 其实还是真正的谦卑啊 今天很多人呢 他在神面前可以谦卑 他在人的面前呢 他不能谦卑 这个不是真的谦卑 他能够谦卑到 他可以跪下来给你洗脚 在神面前 他可以跪下来 在人面前 他也可以跪下来服侍你 这才就是真的谦卑 是要表达出来的 所以他是要透过这个的方式 来操练你真实的谦卑 你不但自己向神认罪 你也要 向 熟灵的老师 对孕妇 认罪告解 甚至你 也要向 你得罪的对方 来认罪 这个才是谦卑 对不起啊 我撞到你了 是我错 你真正认罪 你才是真正的 把这个谦卑活出来 对 假如你不愿意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你不是真的信耶稣 假如你不真正跟人说 I am sorry 那你没有真的认错 你也没有真正的谦卑 还是觉得我很对 懂吗 那这个呢 是很多层面的一种平衡的问题啊 因为 其实你刚才举这个例子是比较不关乎谦卑 是关乎到爱的问题 就好像耶稣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 摇树 七十和七次 是关于爱跟摇树的问题 但是现在 就是不同的解释美德呢 是怎么去平衡 怎么去连结 这个是仗来在伦理学 或者说 这个生命的塑造 应该有更深入的几次教导 但是现在就说 我们先看这个谦卑的问题 所以一步一步 从 你这种敬畏神 而带出来的谦卑 然后 进到 忍耐的谦卑 认罪告解的谦卑 就是一步一步的 但是其实你发现 他下面会讲到 怎么进入更深的谦卑呢 就是你真的看到自己 真的是尘土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很多的亏欠 很多的罪 很多的软弱 真的是一无可夸 所以一个真正的谦卑 其实不是好像表现 很谦卑 很低调 很不张扬 很不去抓 其实不是单单是一个 对环境的一种反应的情况 来自你对自我的认识 你真正认识到自己 原来那么败坏 那么糟糕 那么容易跌倒 那么容易伤害人 那么容易 要自己定规 想做神 你真正的认识自己 才是一个真实的谦卑 不是说 不行啊 我不能了 哎呀 我真的不行 不是只是那种 外面客套的 这种很低调的 这种叫谦卑 真正的谦卑 是你真的认识自己 从认识自己 而产生真实的谦卑 好 第六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他说 就是 自卑 安分 的一种谦卑 真的看到自己的卑微 自的卑微 一无可夸 讲恩赐 也没有什么恩赐 讲口才 讲知识 讲各方面都觉得 自己真的是不行 是看见自己毫无价值 良善 卑微 不配 我 都是那么的 无有 所以 我过着很简单 无有的生活 就是本来就是相配 所以你就能够满足于这种 很倾苦 贫穷 甚至一无所有的生活 因为本来我就是一无所有 认识到自己 你不是王子 你不是公主 你只是 真的是一无所有 若不是神 灵敏 若不是神给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能够安分于 简单 无有的生活 而不会正经 而更比较 所以让我们看 腓立比书第四章 我并不是因缺乏 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也是我已经学会了 十二节 我知道怎么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谁是谁做的 我都得了秘诀了 保罗的秘诀是什么 他能够处悲贱 处贫穷 也能够处丰富 其实处丰富最难了 你记得吗 人都是在伊甸园堕落的 以色列都是在迦兰地堕落的 整个欧美国家都是因为在丰富当中堕落的 你当初拿着两个皮上来美国 可能很努力很爱主 哇现在千万富翁了 可能认七八糟 但是保罗真的学到秘诀了 贫穷他也知道怎么可以接受 丰富了 他也知道怎么处 没有任何的骄傲 没有任何的堕落 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我已经学了秘诀了 得到秘诀了 知道如何处贫穷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关处贫穷的困难 就是受不了贫穷 我几年前在基督教部会碰到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我在飞城都认识他的 从中国来的 这个弟兄很有恩赐 中英文 恩赐能力 各方面都好 我们在飞城那时候 还从一起去监狱里面 去探访这些从中国来的 很多年前在纽约有一条船 叫金色冒险号 就是城在纽约旁边 都是在偷渡的 所以就被抓了 就送到这个监狱里面 我就带着这个弟兄 我们去那边探访这些 中国来的 跟他们一个一个传福音 希望他们被送回中国之前 那个新耶稣 很有恩赐这个弟兄 中英文各方面都很棒 所以我就有一次 有机会就鼓励他 有没有考虑 好好来装备 去侍奉神 哇 没想到他的反应很强烈 他说 什么侍奉都可以 在教会里面 但是我绝对不要做传道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中国 穷怕了 两个字穷怕 他不要 做传道人 因为他看到很多传道人都很穷了 很辛苦 他说我在中国穷怕了 他拿了master degree 在公司里面做business的 MBA 收入很好 你要我放下姐姐去做传道 他说我穷怕 真的不容易 处丰富容易 处贫穷也是很难的 不容易 所以保罗说他学了秘诀 得了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 其实他的秘诀 就是在前面 菲律宾说第二章的 他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就是秘诀了 耶稣如何处丰富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世世丰富 那他也 存心顺服 于世一世 他虚极 这个是贫穷 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 他真的是得到那个秘诀 他的秘诀 其实你读菲律宾 秘诀就是一句话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能够 贫穷的时候 他下法基督 甘愿贫穷 他得到一些丰富荣耀的时候 他也能够下法基督 真的是 把这个丰富变成别人的丰富 道中肉身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 到了第六 就是 其实当然保罗也是 他学了秘诀 就是他认识自己是什么 他是大罪魁 懂吗 他认识自己 真的是不配的 他应该是该死一百次的 他杀害基督徒 逼迫神的教会 所以他真的能够认识自己的被违 所以 记住他的名字 Polos 在原文 微小 我们一听到Pol 我觉得好伟大 我告诉你原文不是 每个人叫他Polos Polos 就是little 所以英文常常翻译Polittle 你不会觉得奇怪 leafing也是 但也是 小一点就好了 Polittle Polittle是little的意思 他真的是认识自己 他一无所有 所有的都是神给他的 他的生命 他的得救 他本来该死的 神的荣光应该 不但是弄下他的眼睛 神的荣光应该把他击倒 甚至死掉 神没有让他死 反而呼召他 抑制他 抬举他 所以他真的认识自己的卑微 Polittle Pol is not a pastor 你想到保罗以后 他是伟大的使徒 No 他对自我的认识 I am Paul I am little 所以他能够甘心 乐意地 能够处贫穷 处卑贱 来 背识 下来跟随主 好 这是number six 第六步 哇 这个天梯 不好走啊 三四五六 十二步啊 你才毕业啊 假如我们丰收要求 这十二步才毕业 恐怕所有的留校十年都毕不了 哈哈哈 就像那个 那个 那个 教育师这样啊 一读读了十几年啊 好 第七步 那第七步呢 我们一同来读四篇 二十二篇第六节 他有些是 有一点的overlap的啊 二十二章第六节 好 一同来 但我是从 不是人 将你的输入 被百姓了 是 第七是 不单是认识自己 自卑的谦卑 而且呢 看见自己的言语行为的罪过 内心的误畏罪恶 不是人 我是禽兽 是虫 有那么深入的 一种卑微的 的一种 认识 那么其实应该把这个定义做 不但是自卑 自罪 自己就是一个 那么大罪人 就好像保罗说 我是个大罪魁 这种的认识 我在香港 算到会信主 这个老布斯 原来是 在中国是国军的一个 台长 他说他在中国没有信主 打仗 他说 那时候没信主 各样坏事都做 有权有势 杀人 等等 结果当时 在香港信了耶稣之后 他常常在他的讲道 说 我真的是个大罪人 过去不认识神 各样的罪 杀人 种种 都做 在军队里面 有枪 什么都 各样坏事都做 他一生 侍奉神 但是他常常 不会忘记 他是个大罪人 我杀那么多人 做了那么多坏事 耶稣 拯救我 耶稣赦免我 所以 他常常传福音的时候 就讲到他这个见证 我都是个大罪人 自罪的谦卑 不但是自卑 真的是看到 自己有许多的罪 需要去对付 所以他根本 不可能去责备别人的罪 当你常常看了自己 那么多罪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去责备别人 很多人说 我们为什么会责备别人 是看不到自己的罪 只看到别人的罪 只看到别人 真的是 眼里面的什么 那个刺 却没有想到自己 心里面有凉目 里面 那么大的问题 大的是一个凉目的问题 所以 就是 天悲的第七步 第八 无为的谦卑 不但是 不发表意见 放下自己意见的谦卑 更是 不会随便做任何事情 什么都不敢做 只做分类所吩咐的事 真的很怕 就是多做多错 少做少做 是这种的谦卑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 所以耶稣说 你们 便知道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父怎么教训他 怎么吩咐他 他就做什么 他不敢做一件自己要做的事 再看五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 五章三十六节 好 一同来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签证 因为父教给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好 所以耶稣是最好的一个榜样 他自己不做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他需要很多时间的祷告 来清主父神的旨意 要他做什么 甚至他拣选十二门徒 他也什么 正月的祷告 因为他要照天父的旨意 来拣选十二十多 因为假如神漏了犹大 就没有办法应验神的计划 我们不会有同桌吃饭的 要替他用三十两 为了三十两银子 就出卖他 所以 转门徒 他要去哪里传道 他 要医治谁 他都是照着天父的旨意 所以他所做出来了 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那个果效是百分之一百 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当然能够行神迹 假如你好好读 是福音的话 你发现耶稣行神迹的那个神的能力 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从他自己的属性来的 是从谁来的 圣灵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到读家福音第四张 我们翻来看一下 他完全是虚集了 他那个神性的全能放下了 他意味的能力不是借着自己的 十四节看到吗 一同来 耶稣 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释放 为什么他的名声传遍了释放 满有圣灵的能力 下面有一句话没讲出来 医病赶鬼 路加描写的太先虚了 其实因着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他医病赶鬼 所以名声才传遍释放 哇 他能够把鬼赶出去 他能够医治病人 他把瘸腿的能够压得起来行走 所以名声传遍释放 是借着谁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而且是在进食之后 才得到圣灵的能力 所以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有医病的恩赐 我跟他们有些的交通 他们说就是用进食 进食跟放眼祷告 进入这个恩高能力的时空 就是效法耶稣的同样 所以耶稣才会那么勇敢地 应许我们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因为耶稣是完全人性 领受圣灵的能力 来医病赶鬼 我们也是同样的 可以效法耶稣被圣灵充满 得到能力 能够为神做见证 好 那么我们不错 已经走到第七步了 第八步了 第八步了 还有四步就走上去了 我们休息几分钟 再走这个第九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